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资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121集 走吧 就在此时,玉婷芝突然开口 王登峰问道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找猫 王登峰一脸无语 一时间,他竟分不清玉婷芝是开玩笑的 还是认真的 周六,商场里的人非常多 玉婷芝一米九二的个子 是真正的人高腿长 还长了一张祸国殃民的脸 他气宇喧昂,行走在人群之间 狠甩当代影视小鲜肉几条街不止 这一路走来 不知道让多少路人纷纷回首相看 宋宝仪也跟小姐妹顾小娇出来逛商场 前面人潮汹涌 顾小娇好像发现了什么 指着人群中的一个身影说道 哎,宝仪啊,你看那儿 宋宝仪抬头看去 就看到了一道休挺的身影 蓝枝玉树 抛取自身条件不说 玉婷芝确实长着一张让人心跳稳论的脸 可惜啊,光有一张脸又能怎么样呢 像玉婷芝这样的人,永远就只能是个废物 宋宝仪收回视线,微微醋眉 他怎么还跟到这儿来了 哎呀,这种人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宝仪,你别理他,咱们走 宋宝仪点点头,跟上顾小娇的脚步 惹不起,他躲得起 对待玉婷芝这样的人,千万不能给他半点希望 如若不然,他就会咬着不放的 虚语,顾小娇回头看去,皱着眉道 哎,他怎么还跟着我们呀 文言,宋宝仪回头看去 果然看到玉婷芝跟着过来了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就算是废物,也应该知道羞耻才对啊 顾小娇也觉得恶心,他看向宋宝仪 宝仪,你站在这儿,我去跟他们把话说清楚 宋宝仪点点头 顾小娇立即走到玉婷芝面前 喂,玉三少,我是宝仪最好的朋友,我先顾 见来者不善,王登峰挡在玉婷芝的前面 你有事儿吗 顾小娇上下看了一眼王登峰 眼神里全是鄙夷的神色 哼,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翻 王登峰虽然身为王氏集团的长子 可处处都被王满城的私生子压了一头 现在又跟玉婷芝私混在一起 这样的人注定成不了大器 我来呢,就是想警告一下玉三少 宝仪她是江城第一才女 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肖想的 以后要是再发现她跟踪宝仪的话 那我们可就要报警了 听到这话,王登峰气得不行 哼,回去告诉那个什么江城第一才女 就算她倒贴我三哥,我三哥都不会多看她一眼 我未来三嫂长得比她好看一千倍,一万倍 还有啊,这里是玉家开的商场 要说跟踪,也是她跟踪我三哥 王登峰原本对宋宝仪的印象还不错 毕竟她是江城第一才女 可现在嘛,她只想吐 顾小娇哪里能想到,王登峰居然说出这么一番话 她站在原地,气得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说完这句话之后,王登峰转身便跟上玉婷芝的脚步 原以为玉婷芝会被这件事打击到 可抬头一看,男人那张脸,从头到尾都没什么变化 波澜不惊 王登峰好奇地问道 哎,三哥,你就一点都不气吗 玉婷芝的脸上没什么神色,薄唇轻奇 哼,不值得 说得对,跟这种人生气,根本不值得 两人一边走一边找猫 看着两人往这边走来的身影,宋宝仪眉头紧簇 婚约已经解除,该说的话她都也已经说清楚了 玉婷芝为什么就不能死心呢 她究竟要死缠烂打到什么时候 第122集 宋宝一声吸一口气 就在她准备好一番说辞 想让玉婷芝知难而退的时候 玉婷芝却像没有看见她一样 静止往另一边走去 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玉婷芝不是来找她的 看着玉婷芝离开的背影 宋宝仪突然明白了什么 虚语,她勾了下唇角 哼,这个废物 是在跟她玩玉琴孤踪的把戏吧 简直可笑 宋宝一收回视线 脸上尽是耐人寻微的表情 这边 两人走着走着 王登峰突然看到了什么 兴奋地说道 三哥 你看 那个肥猫是不是你的 玉婷芝抬眸看去 深邃的凤魔微眯 慢慢蹲下身来 馒头 过来 很低沉的声音 还带着几分宠溺 大飞喵听到声音 立刻跑过来 冲进玉婷芝的怀抱 玉婷芝抱起猫 站起身来 朝王登峰倒 拍照 拍什么照 王登峰愣了一下 给我和我的猫拍照 王登峰这才反应过来 虽然好奇为什么要拍照 但他还是立即拿出了手机 玉婷芝拥有一张 天人共愤的脸 无论从哪个角度拍 都毫无瑕疵 像精心劈过的一般 照片上 一人一猫 格外有爱 发给我 哦 王登峰点点头 把照片发给玉婷芝 玉婷芝把猫 递给王登峰 报好 王登峰接过猫 身体猛的一沉 卧槽 这猫 比想象中的还要沉 果然 没有一个猫罐头是白吃的 玉婷芝将照片发给宋华 是这只猫吗 宋华没想到 玉婷芝真的把猫给找到了 立即回复道 是他 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 玉婷芝把地址发给他 随后 从王登峰的手里接过猫 十分钟后 宋华小跑着过来了 玉先生 真是谢谢你了 一停之叫猫 递给宋华 博蠢轻奇 不客气 其实你不用跑这么急 我多等一会儿也没事 王登峰一脸蒙圈 这个世界真奇妙 混世魔王 也可以变得这么体贴入味 宋华接过猫 拍了拍他的脑袋 馒头 下回可不许这样了 玉婷芝微微低谋 低沉的声音里 含着些惊讶 它叫 馒头 嗯 好巧啊 我家以前也有只猫 叫馒头 而且 跟它长得很像 闻言 王登峰抬头 看向玉婷芝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相信 玉婷芝能一本正经地 说出这种鬼话 真的吗 谢谢你帮我找到猫 今天我还约了朋友 改天有空请你吃饭 好啊 那我就先走了 嗯 玉婷芝没送 他离去的背影 宋华来到 跟云士瑶和李欣 约好的地方 两人已经到了 身边还站着一个 松华不认识的短发女生 看到松华过来 云士瑶立即招手道 哎 华哥 这边 松华抱着猫走过去 瑶瑶 李欣 李欣也是个猫奴 看到松华怀里的飞喵 顿时眼睛都亮了 哇 天哪 他好可爱呀 华哥 这是你养的 松华微微点头 李欣接过松华怀里的猫 深吸了好几口 而后指着身旁的短发女生道 哦 对了 华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发小 他姓欧 名字 特别有含义 曲子一首诗 敬重离编局 秋来未灼花 确实挺有含义的 松华说着 看向短发女生 你好 我是宋华 宋朝的宋 寄鬼话语 幽静兮的话 短发女生 满脸害羞地笑道 我 我叫 欧菊花 第一百二十三集 敬重离编局 秋来未灼花 听到这两句诗的时候 松华本以为 短发女生应该叫 近秋或者梨味 可没想到 她居然叫菊花 欧菊花朝宋华伸出手 宋小姐 你将我小菊就行 早就听李欣说 北桥高中 来了个超级漂亮的笑话 欧菊花 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亲眼见了松华之后才知道 根本不能用漂亮儿子来形容 那简直就是 九天仙女啊 松华玩耳一笑 轻轻握住欧菊花的手 你可以叫我画画 也可以和他们一样 叫我画哥 画哥 欧菊花倒是个自来手 松华很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 没一会儿功夫 几个女生就打成一片 哼 电影票我已经买好了 还有十分钟开场 我们先进去吧 今天看的是一部 刚上映的恐怖片 恐怖程度时刻行 影院里 甚至连大男人都吓哭了 李妍和欧菊花 还有云士瑶也吓得不轻 尖叫连连 宋画难有力爆棚 一副大佬坐姿 左拥右抱 哎呀 别怕别怕 这些啊 都是假的 她的声音非常好听 如同人间四月清风 带着能安稳人心的魔力 亲人心脾 前后座的人听到这句话 都想一睹 声音主人的真容 看完电影 几人又去了游戏厅 宋画第一次知道 原来游戏厅这么好玩 前世的她 错过了太多东西 哎 那边有娃娃机啊 咱们去抓娃娃吧 云士瑶指着一排娃娃机道 女生对毛绒玩具 都比较感兴趣 哼 好啊 李信和欧小菊 都点头附和 一起来到抓娃娃机前 娃娃机内的剪刀 被商家调整过 根本剪不断 勾住娃娃的透明鱼线 几人花了好几百块钱 都没有抓到一只娃娃 云士瑶有些失望的道 哎呀 算了 不抓了 宋画摸了摸下巴 瞇着一双桃花毛 等一下 啊 花哥 怎么了 云士瑶问道 宋画浅浅勾唇 嘴角离窝浅浅 我想 我知道规律了 说着 她拿出游戏笔投了进去 三 二 一 按下按钮 下一秒钟 剪刀直接剪断了 透明的鱼线 啪的一下 挂在鱼线上的娃娃 就直接掉了下去 这一幕 看得其他三人惊讶不已 谁都没想到 宋画居然能剪断那根线 啊 断了断了 真的断了 云士瑶拿出娃娃激动地说道 李欣好奇地问道 哎 华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宋画解释道 其实原理很简单啊 用到牛顿第一定律就行了 因为加速度和惯性 如果在剪刀 快剪到线的时候就松手 那剪速速度变成零 惯性就会往前冲 这个时候就过了头 肯定是剪不断于线的 所以啊 我们要在剪刀 还没到那根线的时候 立马停住 速度剪到零的时候 就会直接冲上去 这个时候 鱼线就刚好会被剪断啊 宋画说的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三人一脸崇拜地看着宋画 有路人听到宋画的解释 笑着道 哟 小姑娘花头还挺多的 其实啊 哪有那么多大道理 这个机器被调过 到了一定的数量啊 就会有娃娃掉下来 也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操作 这个娃娃都会掉下来的 文言 边上立即有人附和道 对对对啊 什么牛顿第一定律 说得太高大上了 哟 小姑娘年纪不大 倒是挺会吹牛的 你要是在同一台机器上 再抓到一个娃娃的话 我就承认你有本事 众人一句接着一句 宋画神色如常 拿出两枚游戏笔投了进去 转头看向李星 你喜欢哪个 哦 我喜欢那个小兔子 第124集 宋画微微点头 抓准时机松开按钮 啪的一下 白色的毛绒兔掉了下来 哇 画格好厉害呀 李星立即拿出小兔子 旁边看热闹的路人 都惊呆了 谁都没想到 宋画还能抓到第二个玩偶 这难道是巧合吗 宋画又转头 看向欧菊花 小菊啊 你喜欢哪个 嗯 我喜欢那个熊二 好 宋画点点头 很快 熊二也掉了下来 不过短短几分钟时间 就收获六个大玩偶 一次是巧合 两次是巧合 六次 难道也是巧合吗 微观的路人脸上 全是震惊的神色 这下是彻底的浮浪 哎呀 果然 人还是要多读书啊 小姑娘 能把那个牛顿第一定律 重新说一遍吗 一直到晚上五点多 宋画才带着猫回去 宋大龙和周磊 都坐在客厅里 马上就是宋宝仪 十八岁的生日 他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这个生日该怎么过 宋宝仪是江城第一才女 届时 必定会有很多大佬 出席生日宴会 可不能失了牌面 转眼又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 云石瑶的脸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好 现在 已经完全可以摘下口罩了 虽然脸上还是有点痕迹 但是已经不明显了 只要坚持涂药 再有一段时间 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云石瑶眼底 全是不敢置信的身色 他又转头看向云老太太和周凤妍 奶奶 妈 我真的好了吗 我真的没有在做梦吗 周凤妍的眼眶有些微红 他点点头道 没有做梦 是真的好了 瑶瑶 你没事了 云石瑶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他双手捂着脸 喜极而泣 云老太太也非常高兴 咱们要好好谢谢宋小姐 如果不是她的话 瑶瑶不会痊愈得这么快 周凤妍点点头 嗯 妈 您说得对 六月十二号 宋家别墅宾客如云 宋宝宜这些年来美名在外 江城有头有脸的人家 几乎都出席了宋宝宜的生日晚宴 周里来到宋花的房间 警告道 今天来的都是江城的大人物 一会儿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最好别下楼给宝宜丢人 宋花坐在电脑桌前 头也没抬 出去记得关门 周里紧紧周美 这个没教养的野丫头 居然敢这么跟她说话 亏得宋宝仪还一口一个姐姐的叫她 真是个白眼狼 楼下 云老太太和周凤妍 以及云诗瑶祖孙三代 身着华府来到宋家别墅 请问宋小姐是住这里吗 管家认出云老太太 立即上前 云老太太 您找我们家小姐吗 是的 宋小姐医术高潮 治好了我唯一的孙女 我们今天呢 是特地过来感谢她的 管家知道宋宝仪会遗述 更知道宋宝仪拜了吴老神医为师 立即说道 三位请稍等 我进去通知一下小姐 很快 江城八大豪门之首的云家 亲自登门道谢 感谢宋宝仪 治好了云家继承人的脸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宴会亭 哎呀 宋小姐不愧是江城第一才女啊 你们说 我怎么就没有养一个这么好的女儿啊 听着这些咽线声 宋宝仪嘴唇微沟 看向管家语调温柔 快去请云老太太 云夫人还有云小姐进来 第一百二十五集 宋宝仪没有想到 云世瑶居然这么快就痊愈了 她本以为还要再移植一段时间的 这一战 她赢得那是非常漂亮 今天之后 她的身份 就不仅仅是江城第一才女了 还是江城第一神医 以后 她还会是华国第一神医 她的身份会越来越显著 直到跟贤婷先生并肩 想到这里 宋宝仪嘴角的弧度欲加明显 管家点点头 哦 好的小姐 我这就去 就在此时 周磊脚步匆匆地从楼上走下来 宝姨啊 妈 宝姨 我听说云家来人了 嗯 文言 周磊非常激动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云家人的到来 对宋宝姨来说 便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宋宝姨朝楼上看了一眼 妈 姐姐呢 文言 周磊脸上的笑容 立即就淡了下来 哼 在楼上 好端端的 你提那个小野种做什么 真是扫兴 哎呀 我是想带着姐姐任任人 她得让宋话看清现实 只有她 才是宋家唯一的大小姐 小丑 终究只能是个小丑 就在此时 管家带着云老太太 周凤妍 以及云氏姚这祖孙三代 从外面走了进来 见此情形 不远处的宋大龙 立即迎了上去 周磊也走了过去 哎 云老太太 宋大龙脸上满是笑容 欢迎欢迎 云老太太 云夫人 以及云小姐光临汉舍 为小女庆生 真是蓬壁生辉啊 周凤妍说道 宋先生 宋太太 我们是来感谢宋大小姐的 宋大小姐一数高超 话托在世 如果不是她的话 小女也不可能会痊愈 请问宋大小姐在家吗 哦 在在在 宋大龙转头看向宋宝仪 宝仪啊 快过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宋宝仪姿态优雅地走过去 脸上擒着淡淡的笑容 话托在世不敢当 云太太谬赞了 行医救人 是医者的责任 我只是尽了 我应该尽的责任而已 说着 宋宝仪转头看向云世瑶 云小姐 恭喜你重获新生 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 这是云世瑶第一次不戴口罩 站在这么多人面前 她莫名地有些紧张 众人看着云世瑶 眼底全是惊讶的神色 好了 云世瑶真的好了 云世瑶不仅拥有一双好看的小鹿眼 还生着标准的瓜子脸 此时 她化了淡妆 身穿香槟色小礼服 眉眼间 隐约能看到几分 云老太太年轻时的样子 姿色天然 哦哟 原来云大小姐 长得这么好看呀 宋小姐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宋宝仪嘴角微扬 脸上全是得意的神色 云世瑶微笑着转眸 看着宋宝仪道 嗯 谢谢宋小姐的祝福 不过 宋小姐可能误会什么了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宋大小姐的 请问 宋大小姐在吗 宋大小姐 她不是站在云世瑶面前吗 云世瑶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宋家除了她之外 还有第二个宋大小姐吗 听到这里 其他宾客也非常震惊 纷纷看向宋宝仪 就在此时 云老太太看向周磊说道 宋先生 宋太太 我们找的是 宋画宋大小姐 是她治好了 我们云家 唯一继承人的脸 宋画 居然是宋画 这怎么可能呢 宋大龙和周磊 直接就愣住了 其他众人也是议论纷纷 啊 是宋画治好了 云小姐 可宋画 不是从乡下来的吗 第126集 宋大龙微微皱眉 笑着道 云老太太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家 只有保一会一说 肯定是误会了 就宋画那个小野种 他怎么可能会治好云石瑶呢 他凭什么 明明一直为云石瑶医治的人 是宋宝仪啊 周磊也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 笑着道 云老太太 宋画是我们的养女 她刚从乡下来 什么都不会 又怎么可能会医治好云小姐呢 云老太太 皮笑肉不笑 这宋家两口子 果真如他调查的一模一样 也不知道宋画这段时间 过得究竟是怎样的日子 云老太太 就这么看着两人 宋先生 宋太太 我知道 宋大小姐 是宋家的养女 可二位不能因为她的身份 就否定她的能力 看在宋大小姐 可敢救过宋小姐的面子上 二位也该对她公平一点 养女也是女儿啊 更何况 宋大小姐 为宋家做了这么多贡献 我这老太婆长着眼睛 心也不暇 究竟是谁 治好了我们云家 唯一的继承人 我心里清楚 所以 请宋大小姐出来吧 朱里差点 被这番话给气死 他们对宋画 还不够好吗 当年如果不是他们 把宋画 从孤儿院抱出来的话 宋画可能早就死了 反观宋画 没有半点良心也就算了 还要来抢宋宝姨的东西 野种就是野种 云老太太之所以说这么多 估计就是宋画挑拨离间的 宋宝姨仗红着脸 站在原地 她怎么也没想到 宋家来找的 居然是宋画 想到刚刚自己说过的话 一时间 尴尬 难堪 屈辱 所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让宋宝姨非常难受 她恨不得 直接找个地方钻下去 如果是旁人也就算了 可为什么 偏偏是那个 什么都不如她的小野种呢 当着众人的面 宋大龙也不好多说些什么 只好朝用人道 去 把大小姐叫下来 宋大龙还在期待 期待是云家认错了人 哦 好的 佣人立即往楼上走去 很快 宋画就下楼了 她穿着很简单的白衣黑裤 马尾高高地扎在脑后 脸上脂粉味湿 青春洋溢 让人眼前一亮 明明素面朝天 却美得惊人 云老太太 宋画走过去 云老太太一把抓住宋画的手 花花 谢谢你 该谢的 您都已经谢过了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生日宴还在继续着 可宋宝仪脸上的笑容 却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贱人 宋画就是个贱人 她抢走了她的一切 她现在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 宋宝仪努力地 让自己冷静下来 走到宋画身边 语调温柔地说道 哎呀 姐姐医术这么高超 怎么还瞒着我们呢 早知道姐姐能医治好云小姐的话 我就不用去给云小姐医治了 第一百二十七集 宋宝仪现在非常不甘心 第一个给云时瑶看病的人是她 隔三差五 就去给云时瑶换药的人也是她 云时瑶明明就是她治好的 可现在呢 功劳全让宋画给占了 宋宝仪想不明白 为什么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宋大龙和周磊说的没错 宋画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无论她对宋画有多好 宋画都不会拿她当妹妹的 宋画就只会抢她的东西 此言一出 其他人的脸色变了变 原来宋宝仪也给云时瑶医治过 一个是从乡下来的小村姑 还有一个是明满江城的才女 究竟是谁治好了云时瑶 结果已经显然一件了 就在众人质疑的时候 云老太太开口道 宋小姐难道忘了吗 在你的治疗下 瑶瑶的伤势每况愈下 连床都下不来 如果不是宋大小姐及时出手的话 恐怕我这个老婆子 现在已经看不到瑶瑶了 你应该谢谢宋大小姐 谢 她要谢宋画 谢宋画抢走了她的东西吗 宋宝仪在心里冷笑一声 也不知道宋画给云老太太喂了什么迷魂药 让云老太太这么信任她 云老太太喊女中豪杰呢 竟然被人骗成这样 简直是愚蠢至极嘛 云老太太也不想想 就宋画那个乡下小村姑 她能有什么医术 只有她 她才是五老神医的徒弟 贬缺后人 宋宝仪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云老太太说得对 我应该谢谢姐姐 还有 我医术不经 让云小姐吃了那么多苦 真是抱歉 说到这里 她转头看向宋画 接着道 姐姐 你医术这么厉害 你师父肯定更厉害吧 江城最厉害的神医 便是匾阙后人 五老神医 宋宝仪倒是想看看 宋画究竟师称何人 敢在她面前 关公耍大刀 可从头到尾 宋画都是一副 神色淡淡的样子 我没有师父 宋画属于是自学成才 她从小就有 极高的医学天赋 当别的小朋友 还在看安徒生童话的时候 宋画已经将皇帝内经 以及灵书 《伤寒杂兵论》等古医书 全部都看完了 此言一出 众人脸上全是惊讶的神色 这年头 居然还有人看几本医书就敢出来治病的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听说宋小姐的师父是五老神医啊 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宋宝一看向宋画 语调依旧温柔 姐姐真是太厉害了 居然能自学成才 看来我以后还要多跟姐姐学习才是啊 云老太太有些看不惯宋宝仪这副样子 她转头看向周凤妍 凤妍呢 我给宋大小姐准备的谢礼呢 哦 在这里 周凤妍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云老太太接过周凤妍手里的文件 走到宋画面前 宋大小姐 你救了我们云家唯一的血脉 这里是云氏集团 百分之三的股份 还请务必收下 云氏集团百分之三的股份 文言人群中以振唏嘘 谁都没想到 云老太太会拿百分之三的股份做谢礼 宋宝仪更是气得脸都绿了 这百分之三的股份应该是她的才对啊 宋画凭什么 等着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的 宋画婉拒道 老太太 诊金我已经收过了 要是再收这百分之三的股份 日后怕是没人敢找我治病了 云老太太知道宋画的秉性 笑着道 宋大小姐若是不收的话 那我就以你的名义 折现将这一笔钱捐给福利院吧 那我替福利院的那些孩子们谢谢老太太 第128集 谁都没想到 宋画居然会拒绝这百分之三的股份 哼 她肯定是心虚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小时候如果不是宋先生宋太太的话 她早就死了 现在她不但不知道报恩 反而还要抢宋小姐的东西 呸 真不要脸 云士瑶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心里很不高兴 她挽着宋画的胳膊道 华哥 你刚刚就不应该拒绝奶奶送你的股份的 宋画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她捏起一块糕点 一口吃掉 接着道 这些人 都是宋家的亲戚 我只是宋家的养女 他们站在宋宝姨那边很正常 你信不信 我刚刚 要是收下这些股份的话 他们就会画风一转 说我不要脸 竟然抢宋宝姨的东西 可只好我的人 明明就是你呀 云士瑶皱着眉道 宋画安慰她 只要你心里清楚就行 别管他们说什么 事实胜于雄辩 边上的云老太太听到这番话 抬头看向宋画 眼底的神色很深 这句话看似简单 实则格局很大 换成旁人 恐怕无法做到这么心平气和 真是很难相信 宋画才十八岁 这姑娘 绝不是池中之物 云士瑶接着问道 对了 画哥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呀 宋画说道 十月二十八 云士瑶暗暗记下 等宋画生日的时候 他一定要给宋画一个惊喜 生日宴 一直到半夜时分才结束 待宾可散尽之后 周里怒道 哼 那个小野种 真是长本事了 宋大龙也非常生气 宋宝爷安慰道 哎 爸 妈 你们别生气 云老太太 也不是什么糊涂人 既然他们都认定 是姐姐治好了 云小姐 那姐姐 肯定是有什么 过人的本事的 宋宝怡是个 有大局观的人 她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不能让父母出手 对宋画做些什么 毕竟 宋画刚和瑜伽定了亲 另一边 京城 宋家庄园 宋一言 带着打包好的糕点 回到家 宋夫人正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电视上播放的 是一档寻亲节目 分离多年的一家三口 终于团聚 宋夫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妈 路过芙蓉斋的时候 我特地给您 打包了一些糕点 您尝尝看 合不合您胃口 边上的佣人张嫂 立即笑着道 我听说芙蓉斋 是新开的网红店 生意非常火爆 要排队好几个小时 才能买到呢 有的人呢 直接从上午排到下午 小姐啊 您对太太可真好 真是太有孝心了 宋一言解释道 哎呀 张嫂 没你说得那么夸张 我也就只排了 一个小时的队而已 说着 宋一言拿出一块糕点 递给宋夫人 妈 您尝尝 宋夫人接过糕点 尝了一口 很甜 唉 也不知道 燕燕有没有吃过这个 想到宋一言 宋夫人放下手中的糕点 瞬间就失去了胃口 很难受 见此情形 宋一言脸上的笑容 淡了几分 宋一言 又是宋一言 难道她做得还不够好吗 为什么宋夫人 始终只想着宋一言 血缘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就在此时 宋一言的手机响了一下 看到消息 她的眼神变了变 妈 我回一下房间 是有燕燕的消息了吗 宋夫人立即问道 宋一言摇摇头 不是 是工作上的事情 第129集 宋一言虽然踩上大学 却事业有成 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文言 宋夫人也没有多想 点点头道 那你快去吧 宋一言起身往楼上走去 来到楼上 宋一言立即打了个电话出去 喂 怎么回事啊 也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 宋一言接着道 你发张照片过来 马上 说完 她挂了电话 这一瞬间 她的心脏跳得有点快 非常紧张 她无法想象 如果真的找到了宋一言的话 她将会面临什么 所以 千万不能是宋一言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宋一言应该早就死了 就在这时 手机又响了一下 宋一言立刻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被注为HP的人 发过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女孩 五官非常立体 可以看得出来 是个美人胚子 宋家人各个男举女量 难道 这真的是 失踪多年的宋一言吗 宋一言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现在不能慌 片刻后 宋一言来到宋夫人的卧室 走到书窗台前 拿起梳子 找到两根带着毛囊的头发 拿到头发后 宋一言小心翼翼地 离开宋夫人的卧室 来到楼下 妈 妈 我有事出去一趟 一言 你要去哪儿啊 哦 我去一趟工作室 好 那你晚上 回来吃饭吗 看情况吧妈 您不用等我 好 宋一言开车离开 她的车速非常快 宋一言几乎有些 控制不住自己 不允许 她不允许任何人 威胁到她宋家大小姐的位置 因为用力过度 她握着方向盘的手 指节已经微微发白 半个小时以后 车子停在一家快递公司门前 宋一言从车内拿出一份文件 保驾 寄到江城 快递客服接过文件 请您在手机上 填写下物品价值和具体地址 宋一言填好所有东西 支付好快递费 接着问道 那今天能寄出去吗 可以的 那多久能到 普通件隔天到 快件的话 明天就能到 那我要寄快件 好 那您再补二十块钱 宋一言拿出手机扫码支付 从快递公司出来 宋一言又打了个电话出去 东西我已经寄了 明天到 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最快三天 那边传来一道低沉的男生 好 挂断电话 宋一言看向车外 眼眸微眯 宋家大小姐的位置 永远都只能是她的 江城 宋华坐在电脑前 食指不断地在键盘上敲击着 房间里的灯是关着的 电脑屏幕反射出来的光 罩在她的脸上 淡淡地 盈白如玉 她并没有低头看键盘 但还是准确无误地 撬出了每一个代码 历经上次的事情 LW公司遭受重创 虽然没有宣布破产 却也在破产的边缘 摇摇欲坠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都要归功于玉园奶茶 LW首席执行官杰森 在国际追杀榜上 对预言奶茶 发布了江湖追杀令 国际追杀榜 聚集了全球最优秀的赏金猎人 和职业杀手 目前 宋华在追杀榜上高居第一 赏金九位数 与此同时 聚闲网的论坛也炸了 我去 奶茶大佬被下追杀令了 LW真恶心 正面刚不过 就按车头的下追杀令 哎呀 多大点事啊 只要冷狐不出手 就不用担心奶茶大佬 冷狐是杀手界的无冕之王 几乎没有他完成不了的任务 与此同时 宋华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 看着对方发过来的文字 嘴角离窝浅浅 这是要让他表演个 自己杀自己吗 第一百三十集 叙语 宋华关掉对话框 周六 直语咖啡厅 上午十点半 苏十月准时到场 刚到咖啡厅 就看到白家二小姐已经坐在预约好的位置 苏十月整理了下领带 然后走到白家二小姐身边 白小姐 文言 白家心抬头 就看到一张好看的脸 苏家家主 比他想象中的要年轻帅气很多 他本来挺抗拒这种 带有商业性的家族联姻 可现在一点都不抗拒了 他立即站起身来跟苏十月打招呼 苏先生 你好 我是白家心 可苏十月却并没有和白家心握手 白小姐 您误会了 我是苏老板的司机 苏老板临时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暂时没法过来 听到这句话 白家心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了下来 收回了手 那你们老板有没有说 他什么时候开完会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怕您等得着急 所以让我过来陪您一下 苏十月让你来陪我 苏十月要是不想跟我见面就明说 打发一个司机过来算是什么意思啊 侮辱人吗 她是白家最受宠的二小姐 虽然她刚开始也抗拒这次的相亲 但她至少没有不尊重苏十月 可苏十月居然让一个司机来跟她沟通 真是越想越生气 就在此时空气中出现另外一道女生 司机怎么了 司机就不是人了 这位小姐 麻烦你给这位先生道歉 苏十月有些惊讶地回眸 就看到一张温婉的脸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宋宝仪 她和李月也在喝咖啡 可没曾想会遇到这么一处 她在去年的酒会上 见过传闻中的苏家家主 她自然知道 面前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司机 如若不然 她也不会站出来 苏十月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颇有些手段 目前 苏家已经正式脱离江城 往京城靠拢了 这白家心也是蠢 连试探都分辨不出来 白家心拿起包 瞪了宋宝仪一眼 哼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够男耗子 多管闲事 说完这句话 白家心转身就走 喂 那位小姐 请你站住 你还没有跟这位先生道歉呢 白家心就像没听见这句话一样 来到外面 拉开车门 便一脚油门走了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看着白家心离去的背影 宋宝仪转头看向苏十月 声音里带着歉意 这位先生 刚刚发生的事情 你别往心里去 我代替那位小姐给你道歉 她可能 也不是有意说出那句话的 苏十月从来没有见过 和宋宝一样善良的女孩子 一时间 她有下发愣 叙语 她反应过来 这位小姐 请问您贵姓 免贵姓宋 就在苏十月 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名年轻女子 从里面走出来 哎呀 宝姨 走了 还有十分钟 电影就要开场了 说着 她就将 宋宝姨给拉走了 苏十月 看着 宋宝姨的背影 心里有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黎月挽着 宋宝姨的胳膊 哎呀 宝姨 你也太善良了 一个司机而已 值得你出头吗 宋宝姨语调温柔 我觉得 职业不分贵贱 这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可以被身后的苏十月听到 第131集 职业不分贵贱 狠淡的一句话 却直击苏十月的心灵深处 让苏十月 久久地反应不过来 平生第一次 她遇到这么单纯善良的女孩子 刚刚咖啡厅有那么多人 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为她说一句话 只有她站了出来 这个女孩是谁 苏十月就这么站在原地 直到宋宝姨的背影消失在前方 她才拿出手机 喂 给我查一个人 打完电话 苏十月拿起车钥匙 也转身离开 很快 助理那边就有了回复 老板 您让我查的人 是宋家大小姐宋宝姨 苏十月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拿着手机 牧师前方问道 江城第一才女 是的老板 挂完电话 苏十月眯了眯眼睛 原来宋宝姨就是真正的宋家大小姐 宋花和她是名义上的姐妹 这两人虽然是姐妹 可差的却不是一点半点 因为她是苏家家主 宋花便想方设法地吸引她的注意 可宋宝姨对一个普通的司机都能出手相助 想来 这就是乡下村姑和名门千金的区别吧 宋宝姨担得起这第一财女的称谓 宋宝姨和李月在外面一直逛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家 前脚刚踏进大门 宋大龙就满面喜色地迎了出来 宝姨 啊 怎么了吧 刚刚苏家来人了 苏家 听到这句话 宋宝姨也不觉得意外 啊 来干什么 下个月就是苏老太太的八十六岁生辰 苏家是来给咱们送请帖的 来的那个人还说 请宋小姐一定要到场 苏家在江城地位显赫 且马上就要打入京圈 这个时候 不知道多少人都想着一张苏家的请帖 不曾想 苏家居然主动给宋宝姨来送请帖 啊 宋小姐 爸 您有没有问问姐姐 万一又是来找姐姐的呢 狠淡的一句话 却挑起了宋大龙心里的怒火 宝姨你放心 我都问清楚了 跟那个小野种没有任何关系 苏家重点邀请的就是你 那 苏家邀请的真的不是姐姐啊 哎 真不是 而且 苏家管家还让我转告你 说苏家家主欠你一句谢谢 宝姨啊 你跟苏家家主是怎么认识的 宋大龙非常好奇 宋宝姨究竟做了什么 才让苏十月如此对待 要知道 苏家家主是出了名的性格高冷 不易结交 可宋宝姨却让苏十月另眼相待 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如此优秀 一时间 宋大龙虚荣感爆棚 哎呀 一件小事而已 爸 您别把这件事往外说 身为女儿 宋宝姨太了解宋大龙了 他最喜欢在外面吹虚 而苏十月最讨厌的就是 那种把虚荣挂在嘴边的人 啊 好的 宝姨 我知道了 那 我先上楼了 整个过程 宋宝姨非常淡定 就好像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一样 事实上 这一切 还真在他的掌握之中 苏十月虽然比不上 贤婷先生尊贵 可实力也不容小觑 未来更是一片辉煌 江城不知道有多少庸之俗粉 几破了脑袋都想嫁给苏十月 可惜啊 他和那些庸之俗粉不一样 他要么不嫁 要么就嫁金字塔之巅 现在嘛 他只是想让自己的鱼塘里多一条鱼 一条甘愿为他牺牲一切 铺桥造路的鱼 想到这里 宋宝姨勾勾勾勾唇脚 第一百三十二集 苏家 苏老太太盘腿坐在沙发上看昆曲 今天相亲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苏十月想起白家心 得知他是司机时的嘴脸 就觉得有些恶心 那你对白二小姐怎么评价 庸之俗粉 哎 我就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在你眼里才不是庸之俗粉 以前我也不知道 那现在呢 现在嘛 我想我可能知道答案了 宋宝姨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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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我正好也想法子 把我的小恩人给请过来 您当心别被人骗了 老太太毕竟上了年纪 心思不比年轻的时候灵活 而且苏老太太 又是富贵人家的老太太 难免会被有些人惦记 苏老太太白了一眼苏世约 哼 你真当你奶奶 这么多年的大米饭是白吃的 是好是愣 你奶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奶奶 我呢就是提醒您注意下 现在这个社会 事都险恶人心复杂 这些年来 苏时月经历的太多 并不是每个人 都如同松宝宜那般善良 苏老太太懒得再理会苏时月 自顾自地唱起昆曲 苏时月松了松领带 往楼上走去 就在此时 她的手机铃声响起 苏时月接起电话 也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苏时月放下手机后 就拿起西装外套 奶奶 公司有急事 晚上不用等我了 来到公司 下属便向苏时月汇报情况 闻言 苏时月微微醋眉 马上联系公司高层 十分钟后开会 好的 秘书点点头 立即去准备 十分钟后 苏时集团会议室 苏时月站在会议台前面 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苏时集团被黑客攻击 导致机密文件丢失 目前已经损失近千万 现在必须要马上修补漏洞 找回机密文件 此言一出 会议桌下方有些安静 苏时月按了按眉心 接着问道 IT部定位到IP地址了吗 IT部长神色难看地站起身来 已经追踪到了 在屁股 副总周子成说道 既然IT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申请外援 苏总 您知道前段时间 大火的预言奶茶吗 这件事 苏时月当然知道 你有办法可以联系上奶茶大佬 预言奶茶确实厉害 然而是苏时月这般自负的人 都心甘情愿地称之为一生大佬 周子成说道 我虽然没办法联系上奶茶大佬 但是我有个朋友 是混黑客圈的 我可以找他帮忙 第133集 苏时集团被屁股黑客攻击 目前IT部无法跨洋找回机密文件 预言奶茶在黑客圈以战成名 只要他出手 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文言 苏时月瞬间看到了希望 周副总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周子成说道 好的 会议结束后 周子成便联系了赵子俊 听明来意 赵子俊说道 师兄 我虽然是混黑客圈的 但跟奶茶大佬 差的那不是一心半点啊 我没有大佬的联系方式 要不这样 你们公司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看看我能不能解决 等微信 好 挂了电话 周子成立即把苏时集团 遇到的问题发给赵子俊 操作了一番后 赵子俊拿起手机 打了电话出去 喂 师兄 怎么样 你们公司 这是得罪谁了 这对方下手可够狠的 赵子俊在黑客圈 也小有名气 几乎很少有他 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今天 他却一筹莫展 文言 周子成按了按眉心 我也不太清楚啊 只知道 对方的IP地址在屁股啊 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吗 苏时集团能走到今天 十分不容易 一路披荆斩棘 自然也树立了不少对手 想要看着苏氏倒台的人有很多 我在研究研究 唉 那就麻烦你了 只要你能够帮我们公司 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什么要求 我们苏总都能答应你 好 实在不行的话 我找我的朋友们帮下忙 师兄你别着急 这边刚挂完电话 苏时月就走到周子成身边 赵副总 怎么样了 唉 还是不行啊 不过 我的朋友已经在想办法了 赵子俊 总归都是黑客圈的 人脉自然要广一些 苏时月 眉头紧锁 事情变成这样 他身为总裁 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另一边 赵子俊建了个群 拉了三个平时玩得比较好的朋友进来 兄弟们 能不能一夜暴富 就靠这波了 哼 小意思 兄弟 等我的好消息 不就是个小小的屁股吗 小爷我分分钟让他投降 很快 原本心心满满的三人 瞬间失去斗志 我放弃 我也放弃 兄弟 你加油啊 我们撤了 赵子俊看着群消息 陷入了沉思 就在此时 赵子俊像是想到了什么 搬着电脑来到楼下 大猪啊 大猪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张大猪正在修电脑 闻言 他抬头看向赵子俊 大猪 你师父呢 你找我师父干嘛 张大猪一脸警惕 赵子俊一脸坏笑 你不是经常吹你师父很厉害吗 现在 有个能证明他实力的机会 什么意思啊 苏氏集团 IT部被人攻击 机密文件丢失 只要你师父能修复防火墙 找回机密文件 我就承认你师父流逼 不用你承认 我师父本来就流逼 苏氏集团 可是上师大集团 你师父要的是能帮忙解决问题的话 我师兄肯定不会亏待他的 什么 你师兄 张大猪抬头看了他一眼 赵子俊点点头解释道 我师兄周子成 是苏氏集团的产品副总经理 第134集 好 那你打电话问问你师兄 要是我师父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话 他能给我师父什么 行 你等等 我这就打 赵子俊立即拿出手机 就在这时 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张大猪 你确定你师父能解决苏氏集团的问题 听到这一话 张大猪一点傲娇地说道 我师父 天下第一厉害 赵子俊笑笑 随后拨通了电话 喂 师兄 我给你找了一大神 虽然他不是欲言奶茶 但也有把握能解决问题 周子成文言 立即来了精神 真的吗 那你帮我转告他 只要他能解决苏氏的危机 我们可以给他任何他想要的 好 我要的就是师兄你这句话 挂断电话后 赵子俊便把这句话 转告给张大猪 张大猪则立即联系宋华 宋华最近刚好想投资个项目 张大猪的这个电话 那可谓是及时雨 把东西发给我 师父 你能来趟我店里吗 刚好朋友也在店里 那行吧 挂断电话后 宋华便匆忙下楼 喵 蛮头从猫架上跳下来 跟上宋华的脚步 一人一猫 就这么地下了楼 周磊看着宋华的背影 哼 这么晚了还出去鬼混 没家教的东西 哎呀妈 别这么说嘛 也许姐姐是出去有事呢 宋宝姨善解人意地说道 哼 她能有什么事 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在城里也不认识什么人 除了去鬼混之外 还能干什么 宋宝姨看着宋华的背影 勾了勾唇脚 没有说话 三十分钟后 宋华来到张大柱的门店 他还没停好车 张大柱就看到了他 兴奋地道 嘿 来了来了 我师父来了 一听到这话 赵子军立即来了精神 在哪儿 在哪儿 自从上次 宋华黑了他的电脑后 赵子军就对这个 素未谋面的大神 挺好奇的 在那儿呢 张大柱指着宋华的方向 说道 赵子军寻着视线看过去 这一看 他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张大柱一直跟他描述 他的师父美若天仙 可天仙能长这样吗 迎面走来的 分明就是一个 身材臃肿的中年大妈呀 只见张大柱 小跑着迎了出去 是吧 看着看着 赵子军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张大柱 直接跟大妈擦肩而过了 赵子军立即跟着跑过去 这 这是你师父 眼前这女孩子 约摸十七八岁的模样 白衣黑裤 面容清俊如玉 是非常罕见的美人 张大柱点点头 师父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朋友赵子军 这是我师父 你好 我是赵子军 送话 很简单的两个字 却莫名地透露着一股 大老气息 第135集 虽然送话并未详细介绍自己的名字是哪两个字 但赵子军的脑海中却自动浮现出这两个字来 送话 果然是人如其名 美得如同一幅画 就是 有些太年轻了 赵子军 本来对这件事充满了信心 可现在看到送话之后 突然就没那么自信了 张大柱开口道 师父 咱们先进去吧 嗯 送话微微看守 他走在前面 张大柱和赵子军在后面 赵子军挽着张大柱的胳膊低声道 哎 我说兄弟 你这师父可够年轻的 那是 张大柱有些傲娇 你别看我师父年轻 他厉害的呢 赵子军点点头 不得不说 眼前这女孩确实是有些本事 如若不然 也不会轻易的 就反黑了她的电脑 她在黑客结婚了两三年 做梦也没想到 会输给这么个小女孩 你觉得 你师父有几分把握 能解决苏氏集团的问题 赵子军接着问道 那 肯定是十分 张大柱毫不犹豫地回答 赵子军却摇摇头 如果是奶茶大佬的话 肯定是十分 可你师父 怎么跟奶茶大佬比啊 奶茶大佬怎么了 我师父最喜欢的就是育员奶茶 说不定他就是育员奶茶呢 在张大柱心里 宋华就是最厉害的 如果宋华不是育员奶茶的话 那他肯定比育员奶茶还要厉害 别做梦了 育员奶茶大佬 哪里是他们这些凡人就能接触到的 赵子军看了一眼宋华的背影 压低声音道 我觉得最多五分把握 说有五分把握 是因为宋华确实有这样的实力 十分的话 多多少少是有点飘了 毕竟宋华面对的是苏氏集团的百人IT部 苏氏集团IT部 数百名经营人士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是让一个小姑娘给解决了 岂不是要一笑大方吗 宋华来到屋里放下背包 就在此时 一只胖乎乎的大橘猫 慢悠悠地从背包里钻出来 赵子军笑着问道 宋华爷 这是你的猫 对啊 他好乖呀 不仅乖 还非常可爱 饶是赵子军这个不太喜欢小动物的人 都忍不住摸了一把他的小脑袋 张大柱立即拿出罐头招待馒头 馒头 过来 馒头看到罐头 立即迈着小碎布跑了过去 娘 娘 赵子军跟了过去 拿起一个罐头 然后生气地说道 张大柱 你都没请我吃过一百块的罐头 那又怎么样 难道 我在压力 还不如一只猫吗 说的我好像吃过一百块的罐头一样 馒头就在这个时候 抬起头喵了一声 那个样子有点傲娇 好像是在说 喵 愚蠢的人类 本苗还吃过一千块钱的罐头呢 喵 宋花走过来 拿起一个罐头 哎 我说他现在怎么不吃我买的猫粮了 以后不许这么惯着他了 什么样的家庭条件 能养得起这么挑适的小猫咪啊 好 张大柱点点头 手上却很诚实地给馒头又开了个罐头 宋花接着道 用哪台电脑啊 宋小姐 用这个 赵子俊指着笔记本电脑说道 宋花微微汗手 来到电脑前坐下 赵子俊接着问道 宋小姐 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你喜欢吃什么 我去准备点夜宵 问题不大 给我二十分钟 问题不大 二十分钟 赵子俊觉得 宋花多少都有点轻敌了 宋小姐 问题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很多 对方的IP地址在屁股 第136集 屁股 很厉害 宋花微微抬眸 就五个字 很简单 也很随意 却莫名地让人心神一震 赵子俊咽了咽口水 宋小姐 你应该知道 P国是互联网大国吧 那又怎样 文言 赵子俊笑笑没说话 真是年少轻狂 一会儿 宋花就能知道P国的实力了 说话间 电脑屏幕已经转成满屏的代码 宋花一手按着鼠标 一手按在键盘上 五指飞快 一时间 空气中只有敲击键盘的声音 噼里啪啦 赵子俊在身后看到目不转睛 卧槽 卧槽 这手作 居然比我快这么多 最重要的是 这还是单手操作 此刻的大阳彼岸 老大 俗士集团那边 好像请了一个高手 文言 金发闭眼的男人 从沙发上站起来 来到电脑前 眼睛微眯 这就是他们请来的高手 不堪一计 这句话刚说完 空气中就响起滴滴的警报声 金发闭眼的男人微微醋眉 一把拉开下属 自己坐在电脑前 立即进入警备状态 只差一秒钟 如果他没有及时出手的话 防火墙就会被人攻破 看来 苏氏集团 这次确实请了个高手 男人立即集中精神 在他的操作下 屏幕上的代码 不断地在变化着 相比之下 宋画可谓是轻松极了 他气定神闲 一手按着鼠标 一手拿起张大柱 买来的奶茶喝了一口 赵子俊就站在他身后 宋画的章法 让他有点看不懂 进度条上显示着 百分之九十九 还差百分之一 电脑就要被人黑了 赵子俊本以为 宋画开始时 手速那么快 说不定会给他惊喜 可没曾想 是虎头蛇尾 就在此时 赵子俊收到 周子诚发过来的信息 询问进度 赵子俊编辑文字 师兄 你别着急 如果这次不行的话 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可一段话还没发出去 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道 清浅的声音 Over Over 赵子俊低头看向宋画 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宋小姐 你说什么 你让苏氏集团那边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赵子俊愣住了 这 这就好了 他怀疑宋画在吹牛 张大柱 敲了一下赵子俊的脑袋 哎 我师父跟你说话呢 赵子俊这才反应过来 呃 宋小姐 你等等 我问 这句话还没说完 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是周子俊打过来的 喂 师兄 周子俊的声音非常兴奋 哎呀 子俊打 你这个朋友简直太厉害了 周子俊原本没有对赵子俊所说的朋友抱有多大的希望 毕竟赵子俊的实力也不差 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的朋友自然也不能 黑客圈都是实力相当的人才能成为朋友 像芋圆奶茶那种大佬有另外的朋友圈 可就在周子诚四处打听芋圆奶茶的联系方式时 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赵子俊还有些懵 师兄 那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是的 那个子俊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会议时间马上就到了 你回头把你朋友账号发给我 好的 直到挂了电话 赵子俊还是一点懵 怎么样 我是不厉害吧 张大柱走过来 一把搂住赵子俊的肩膀 厉害 厉害 张大柱一点傲娇 我早就说了 我师父超级厉害 你还不相信 现在信了吗 相信了 相信了 赵子俊一直到现在还是萌萌的状态 第137集 他甚至都没看清楚 送话是怎么操作的 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老操作吗 就在此时 赵子俊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那个 大 大神 你把收款账号发我 不知不觉间 赵子俊对宋华的称呼 已经从宋小姐 转换成了大神 嗯 加个微信吧 我一会儿发给你 宋华拿出手机说道 加微信 大神主动要加他微信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赵子俊立即拿出手机 大神 我扫您 那速度之快 生怕宋华 下一秒就反悔了 毕竟 这是真大神啊 滴得一声 赵子俊扫好码 宋华的微信名 是他名字的缩写 S H 头像也非常简单 是一只胖乎乎的小猫咪 赵子俊很认真的打上备注 大神 宋华拿起背包 拉开拉链 馒头 过来 听到宋华的声音 馒头立即跑过来 钻进包里 张大柱走过来 师傅 你就回去了吗 对啊 张大柱看了看万表 现在才十点半 要不我们去吃宵夜吧 我知道有个地方 味道还不错 宋华婉据 他还得回去睡美容觉呢 文言张大柱立即道 那边有个自助奶茶 不屑亮畅眼 听说老板是从大草原来的 有独门秘方 让人喝了一次啊 就想着喝第二次 真的吗 哦 当然是真的 大柱说的这个地方 我也知道 哦 那儿的奶茶 真是绝了 那走吧 宋华拿起包 张大柱立即跟上 宋华的脚步 半小时后 三人到达一家 叫兄弟三的烧烤店 这家店的口碑 确实不错 虽然已经十一点多了 但还是有很多 在排队的人 排了半个小时左右的队 终于轮到了宋华他们 宋华对奶茶的兴趣 比对美食更大 所以他第一时间 来到了自助奶茶前 实现奶茶自由 京城 宋家庄园 二楼朝阳卧室 宋一言拿着手机 喂 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没 刚拿到结果 快看看 这三天时间 已经足够宋一言 把一切都布局好 如果那个人 真的是宋一言的话 他自然有办法 让他永远消失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人都别想取代他 宋家大小姐的位置 想到这里 宋一言看向窗外的眼底 浮现出一抹狠色 不用担心了 他不是宋一言 听到这句话 宋一言松了一口气 确定吗 确定 宋一言嘴角微微上扬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挂完电话 宋一言来到楼下 郑梅正在跟佣人聊着什么 妈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文言 郑梅回头看向宋一言 脸上难得地挂了些笑容 我在跟张妈说你大哥呢 叶老大不小了 到现在还没出个朋友 宋伯琛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愣是没牵过女孩子的手 这让郑梅非常着急 宋一言语调温柔地说道 哎呀妈 大哥是个有主见的人 您别着急 哦对了 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哦 什么事啊 嗯 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您 因为我也没有确定最终结果 温言 郑梅一把抓住宋一言的手 有些激动地道 是有你姐姐的消息了吗 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姐姐 不过各方面特征都挺符合的 而且 她的左胳膊上 也有个红色的胎基 哎呀 妈 其实 我现在挺后悔把这件事告诉您的 如果那个人不是姐姐的话 我实在是无法想象 您该有多失望 第一百三十八级 红色胎记 听到这句话 用人张妈的脸色变了变 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样 不不不 一言 哪怕是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你都不能瞒着妈妈 就算她不是你姐姐 妈妈也会很开心的 至少能通过这件事 让她看到一线希望 妈 那咱们说好了 如果那个人不是姐姐的话 您不许伤心 也不许难过 好 那你快告诉我 那个很像你姐姐的孩子在哪 咱们马上去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她叫思月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目前在江城生活 正因为知道思月并不是宋燕 宋燕才会把这件事给说出来 她得让宋家人知道 她找宋燕找的是有多辛苦 同时也可以让这枚死心 这么多年了 宋燕估计早就死在外面了 在孤儿院长大 听到这句话 正媒非常难受 如果这个思月就是她的燕燕的话 那她的燕燕 从小到大受了多少苦呢 正媒的眼眶 一瞬间就红了 看到正媒这样 宋一言不捉痕迹的皱眉 难道她就真的比不上宋燕吗 她明明比宋燕更懂事 更孝顺 更优秀 更漂亮 这十几年来 都是她陪在宋家人的身边 宋燕连面都没有漏过一次 就轻而易举地 获得了所有人的爱 这对她公平吗 宋一言努力地压制住心底的难受 妈 我买了明天去江城的机票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要 一言呢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妈 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 姐姐能够早点回来 然后我们一家团聚 好孩子 好孩子 正媒非常感动 这些年来 她没有白腾送一言 妈 我订的是明天早上六点的飞机 要早起 您这几天精神不太好 快上楼休息一会儿 不管那人是不是姐姐 你都要以最好的精神状态去见她 文言 正媒连忙点头 好 好 我马上回去休息 宋一言 站起身来 挽着正媒的胳膊送她上楼 张妈看着母女二人的背影 垂下眼帘 若有所思 很快 母女二人就来到三楼 宋一言扶着正媒在床边坐下 妈 晚安 哦 晚安 一言啊 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好 说完 宋一言转身便走 就在这时 正媒突然抓住宋一言的手 一言 等一下 妈 怎么了 一言哪 要不 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万一你姐姐 突然离开江城了 可怎么办呀 正媒现在非常着急 她恨不得 马上就飞到江城去 宋一言压下心底的不悦 正媒现在还不确定 思悦到底是不是宋一言 就这么激动 如果真找回了宋一言的话 那这宋家 还有她的立足之地吗 想到这里 宋一言捏了捏手指 因为用力过度 指节已经微微泛白 妈 您冷静一点 宋一言看向正媒 双手按着她的肩膀 语调依旧温柔 先不要着急 首先呢 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那个是不是姐姐 然后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 已经没有航班了 咱们订的是明天早上六点的飞机 你先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到时间 我就上楼叫你 正媒慢慢冷静下来 紧紧抓着宋一言的手 行 一言 我都听你的 十分钟后 宋一言回到自己的房间 面容有些疲惫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宋家人才会真正地接纳她 这些年来 她的脸上总是戴着面具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要怎么讨好宋家人 真是太累了 第一百三十九集 宋一言坐在化妆镜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只觉得陌生得很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进来 宋一言调整好情绪 嘴角扬起温柔的弧度 下一秒 张妈端着不平走进来 小姐 厨房今天炖了燕窝 我给你盛了点过来 谢谢张妈 宋一言就是这样 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对什么人 她都非常有礼貌 懂礼节 哪怕是对待家里的佣人 她也是一视同仁 从来不会摆什么 千金大小姐的架子 所以 家里的佣人 也都很喜欢她 张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笑着道 小姐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宋一言端起燕窝的钟 尝了一口 张妈看了一眼 宋一言 问道 小姐 您明天 真的要跟太太 一起去江城 嗯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毕竟 我只是这个家的佣人 张妈 您在家里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几乎就是您看着长大的 有什么话 您只说就行 我从来没有把您当成佣人 其实这些 都是宋一言的伪装 她也想像宋家三兄弟那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甩脸色就甩脸色 不用刻意去迎合任何人 可是不行 她不是宋家的亲生女儿 她必须要成为 所有人眼中最完美的那个人 没有任何缺点 张妈叹了口气道 唉 小姐 其实这些年来 您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眼里 我是真的心疼您呢 虽然 您不是先生太太的亲生女儿 但您做的比亲生女儿还要好 甚至很多亲生女儿都做不到您这样呢 唉 我也不知道 先生太太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非要找到宋言 难道这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吗 这个问句 还真的是把宋一言给问住了 她也想问问宋家人 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吗 连张妈这个局外人都能看出她的不容易 为什么宋家人就是看不出来呢 说到底 宋家人就是没拿她当亲生女儿 这简直是讽刺 张妈 以后这样的话 您可千万不能再说了 爸妈他们对我非常好 是如己出 但姐姐 毕竟是这个家的亲生骨肉 而我不过是他们抱养回来的而已 他们想把姐姐找回来 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一点都不介意 接下来 我会竭尽全力 帮他们找到姐姐 其实 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好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小姐 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俗话说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您是我看着长大的 所以啊 我希望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能想到自己 给自己留他后路 说到这里 张妈回头看了看门口的方向 下意识地压了压声音 其实啊 右手臂有红色胎记的 也不一定就是宋烟 您当心啊 别被人给骗了 说完这句话 张妈便收起烟窝中 转身离开了 宋一言看着张妈的背影 眯起眼睛 江城 宋华端着三杯奶茶来到座位上 张大柱已经点好了菜 将菜单递给宋华 师傅 您看看 有没有要加的 宋华接过菜单 瞄了一眼 嗯 差不多了 不够再加 宋华不挑食 什么都吃 赵子军看向宋华 大神 你学计算机多少年了 他现在非常好奇 嗯 大概六七年吧 第一百四十集 六七年 赵子军有些惊讶 六七年就能把电脑玩得这么好 这着实是有些可怕呀 不愧是大神 宋华喝了口奶茶 有些惊喜地说道 这家店的奶茶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喝呀 宋华笑起来的时候 脸颊离窝浅浅 如同四月桃花般耀眼夺目 又如同河边摇曳的溪流 风姿绰约 心头朱砂痣 床前白月光 也不过如此 这一幕 刚好落入一旁 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眼中 男人的唇角不自觉地扬起 停一下 啊 怎么了三哥 王当风停下脚步 低头看向雨停止 我饿了 王当风瞪大眼睛 搞不清楚这位爷 唱的是哪一出 那吃个夜宵吧 他一句话还未说完 就被男人打断了 王当风回头 看向路边的一家苍蝇馆 在这吃 嗯 王当风咽了咽口水 有些不敢置信 堂堂玉三少 什么时候这么委屈过自己 居然吃苍蝇馆 等来到里面 王当风就知道 玉停止的真正用意了 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再久啊 嘘 别喊 王当风张嘴就喊 可玉停止却直接打断他的话 王当风立即闭嘴 既然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那又不让他喊 这是想干什么 玉停止的目光 落在三人隔壁的空桌 嗯 去那边坐下 好 虽然是隔壁 但中间隔着一层装饰布 如果不注意的话 根本看不到彼此 坐下之后 王当风随便点了几个菜 玉停止点了一杯奶茶 王当风本来还挺奇怪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 玉停止喝奶茶 但是看到送画桌上的奶茶时 他就不觉得奇怪了 就在此时 隔壁桌处传来一道男声 你好小姐姐 我 我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 文言欲停止凤膜微眯 宋花放下奶茶杯 看着他 你想要我的微信 嗯 男生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宋花不着痕迹的醋眉 可是我只有一个微信啊 如果给你了 那我用什么 听到这话 边上的赵子俊 直接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大神简直太可爱了 隔壁的王当风也笑出了声 这小嫂子有点意思 要微信的男生也没想到 宋花的脑回路这么清晰 立即解释道 不是不是 小姐姐 你误会了 我是想加一下你的微信号 我不是要你的微信 你的眼光很好 不过 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未婚夫 这个词 不仅震惊了 来要微信的男生 更是震惊了 对面的张大柱和赵子俊 谁也没想到 宋花竟然有未婚夫了 就连玉婷之都没料到 是这个答案 她一双深邃的凤眸中 一片漆黑 看也看不到底 等男生走后 张大柱看向宋花 诶 师傅 你刚刚应该是在骗那个男生吧 没有 我真有未婚夫了 没开玩笑 没有 而且 我未婚夫比她帅 第141集 玉婷之确实挺帅的 而且还恰好长在 宋花的宋花的审美上 所以有这么一个未婚夫 倒也是不亏 我未婚夫比她帅 这句话 莫名地让玉婷之的心头一动 很奇怪的感觉 一种无法用文字 形容出来的悸动 玉婷之端起奶茶 唇后的奶茶入喉 冰冰凉凉的 刚好压住了心头的躁动 坐在玉婷之对面的王登峰 悄咪咪地看了一眼宋花 和所有人的感觉一样 宋花的回答 让她非常惊讶 宋花今年18岁 目前在北桥高中就读 她的未来 有无限种可能 换成是旁人 绝对不会在外人面前承认 自己有未婚夫了 可宋花却大大方方地 说了出来 隔壁的对话还在继续着 王大主非常好奇 师父 你未婚夫是谁啊 听到这个回答 王登峰立即竖起耳朵 他想知道宋花的答案 宋花会说出 玉婷之的名字吗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不会的 毕竟小姑娘都好面子 谁愿意有一个 圣名狼藉的未婚夫呢 可就在此时 空气中 响起一道 清浅的声音 玉婷之 那声音不大 却落地有声 仿佛带着魔力一般 字字入耳 王登峰愣了一下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隔壁的赵子俊接着问道 是玉家那位 嗯 是他 温言 赵子俊的眼睛瞪得极大 呃 真的是他 有问题吗 赵子俊咽了咽口水 有问题 问题大了 在江城 谁不知道玉家老三玉婷之 玉婷之的大名 在江城人尽皆知 几乎成了所有家长 眼中的反面教材 松花不仅人长得好看 还有能力 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人 来当未婚夫呢 呵 问题 倒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大神 你 你是怎么看上他的 因为 他长得好看呀 而且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宋华一点认真 呃 什么货 颜值 即是正义 赵子俊一点无语 张大柱抬头看向宋华 有些犹豫的开口 呃 师父 可我听说 玉婷之在江城的名胜 可不太好啊 而且 你年纪还小 以后还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我觉得这件事 你还要再考虑一下 说名声不好 那都是给玉婷之面子了 反正 在张大柱看来 宋华和玉婷之 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的组合 他师父 是天底下最优秀 最漂亮的师父 玉婷之算什么 宋华语调淡淡地问道 你们 见过玉婷之啊 没有 没有 张大柱和赵子俊摇摇头 那你们了解他吗 两人还是摇头 既然没见过 也不了解 那为什么要否定他呢 可 大家都这么说 人云一云而已 这狠淡狠淡地一句话 却在某人的心里 激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 如同朝平静的湖面 扔了一枚巨石 汪当风不仅朝玉婷之伸出大拇指 小嫂子 有格局 玉婷之唇角微扬 没有说话 隔壁桌 坐在宋华对面的张大柱 挠了挠脑袋 那这么说也有道理 反正师傅 我尊重你的选择 如果有一天 玉老三敢欺负你的话 你就跟我说 看我不弄死他 虽然玉婷之名声不好 可谁让宋华喜欢呢 好 宋华微微点头 可赵子俊还是觉得 玉婷之配不上宋华 但是宋华都不嫌弃玉婷之 他也不好多说些什么 吃完饭 赵子俊去结账 却被告知 单已经被一位小姑娘买过了 赵子俊小跑着回到座位上 大神 你把账结了 刚刚去拿奶茶 顺便买的单 大神 这怎么好意思 应该我请你吃饭才对 下次再请回来就是了 我去一下洗手间 好的 第142集 宋华起身去洗手间 洗手间要路过收音台 此时收音台附近站着很多人 堵住了前面的路 宋华侧身走过去 不好意思啊 接过一下 这声音有些熟悉 苏石月一回头 便看到了一张 眉眼清澄的脸 嗯 又是他 这段时间 遇到他的概率 是越来越高了 很显然 这已经不是巧合了 只是 他是怎么知道 我会来这家餐厅的 毕竟 这件事 只有苏老太太知道 苏石月不捉痕迹的皱眉 很快便收回事件 装作没有看到宋华 本以为 宋华会主动搭讪 说些好巧之力的话 可没曾想到 宋华也像是没看到他一样 直接走了过去 很显然 这是欲擒故纵啊 只是这种手法太老套了 老套到他也记不清 到底是经历过多少次了 啊 这位先生 您打包的菜已经好了 就在此时 二畔传来服务员的声音 哦 好 谢谢 苏石月回过神来 拿起打包好的菜 苏石月便离开了餐厅 苏石集团就在附近 下班后 苏石月突然接到 苏老太太的电话 说是想吃这家店的纸包鱼了 于是苏石月就强忍着疲惫 顺路过来打包 很快 宋华便从洗手间出来 你们吃好了吗 呃 吃好了 吃好了 两人点头 宋华拿起地上的背包 那咱们就回吧 张大柱这才发现了什么 哎 馒头回家了 没事 他认识回家的路 咱们先走吧 馒头经常一离家就是三四天 宋华早就习惯了 哦 那好吧 张大柱点点头 和赵子军一起跟上宋华的脚步 等到三人离开 王登峰这才推着轮椅走出餐厅 看着茫茫夜色 王登峰感慨道 哎 小嫂子可真是个好人 玉婷只就这么地坐在轮椅上 低头转动着食指上的银色戒指 她眸色很深 月色在她身上 镀上了一层皎洁的光 第二天早上 刚到凌晨三点 郑梅就醒了过来 事实上 她一晚上都没睡着 刚洗漱好 外面就响起敲门声 妈 郑梅走过去开门 哎呀 欲言呢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我想早点带您见到姐姐 而且您不也一晚上没睡吗 郑梅感动地拉住宋以言的手 吃过早餐 两人便出发去机场 上午九点半 飞机准时落地江城机场 宋以言拉着行李箱 妈 咱们先去酒店休息一会儿吧 郑梅摇头拒绝 我不累 先去找你姐姐吧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女儿了 很快便恢复了自然 好的 此时郑梅的心理 恐怕就只有宋燕了吧 她就是个笑话 宋以言的心理五味杂陈 但是脸上还是带着温柔的笑 妈 我有种预感 咱们这次一定可以找到姐姐的 郑梅点点头 她做梦都希望能够早点找到女儿 当年送烟丢的时候 还不到一个月 有没有人欺负她 这些年来她想不想家 郑梅积攒了太多太多的问题 想亲自问问女儿 两人刚走出机场 就看到前来接机的司机 小姐 宋以言点点头 将行李箱递给她 呃 直接去边城路611号吧 思悦 就住在边城路611号 文言 司机看了一眼宋以言 然后点点头 第143集 宋以言扶着郑梅上了车 语调温柔地说道 妈 还有一会儿才到呢 您休息会儿 等到了 我叫你 郑梅的眉间虽然有些疲惫 但是一想到 马上就可以看到失散多年的女儿 她还是精神满满笑着道 妈不累 倒是你 前前后后 都靠你在忙 肯定累坏了吧 宋以言呐 你快休息会儿 我不累 我是年轻人 不觉得累 而且 能为姐姐做点事 我觉得很幸福 宋以言呐 燕燕能有你这么懂事的妹妹 妈真的很开心 其实 我也很荣幸 能成为您的女儿 姐姐的妹妹 郑梅一把抱住宋以言 无声地哽咽着 这些年来 宋以言为这个家 为宋燕做了很多事情 这些 郑梅都看在眼里 其实有很多人都劝过郑梅 让她不要再找宋燕了 毕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知道宋燕是否还活着 就算还活着 她也不一定有宋以言优秀 要知道 宋以言在京城的名媛圈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 谁见了她 不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宋小姐 甚至当初 在机缘巧合之下 收养宋以言的时候 就有人建议 隐瞒宋以言的身世 直接让她取代宋燕 直接把宋以言 当成宋燕养 但这没做不到 无论怎样 她都无法忘记自己的女儿 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被任何人代替 宋以言是宋以言 而宋燕 就是宋燕 他们俩是独立的个体 就在此时 空气中响起手机铃声 正媒松开宋以言 长吸一口气 调整好情绪 接起电话 喂 手机那头传来宋修薇的声音 阿梅啊 明天下午 罗毅先生 要带着他的太太来京城 你安排人去机场接待一下 罗毅先生 是宋修薇的好友 也是幽国的公爵 身份尊贵 本应该由宋修薇亲自取接的 但宋修薇现在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 只能让正媒处理 老宋啊 我现在不在家 明天让伯琛过去吧 宋修薇还不知道 正媒离开京城的事情 你在哪呢 我在小妹这里 那行 我来联系一下伯琛 你在小妹那儿好好玩 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 正媒点点头 挂断电话 宋一言看向正媒 妈 你还没跟爸说姐姐的事呢 哦 还没有 一来 是因为宋修薇 最近在忙着一桩跨国生意 二来是因为她知道 宋修薇比她更想找到女儿 有些事情 她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她不想让宋修薇跟她一样 经历了希望 又经历失望 这太熬人了 宋一言表示理解 这样也好 咱们直接让爸爸 听到最好的消息就行 又过去一个小时 车子终于停下 宋一言抬头看向司机 啊 到了吗 到了 正媒非常激动 不等宋一言说话 就拉开车门下车 打开车门才发现 车子停在一栋单元楼前 小区属于拆迁安置房 环境不算太好 正媒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最终看向宋一言 一言哪 是这里吗 宋一言拿出手机 看了看 然后点点头 对 是这里 那你姐姐呢 您先不要着急 我带您上楼 四月住在七楼 没有电梯 在开门之前 宋一言转头看向正媒 嘱咐道 妈 现在还不确定 四月是不是姐姐 所以 一会儿见了面 您冷静一些 其他事情 我都跟她沟通好了 咱们一会儿 直接去医院就行 好 正媒点点头 努力地压抑着 内心的激动 第一百四十四集 很快 门就开了 您好 你们找谁 开门的是一名 十七八岁的女孩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正媒一顺不顺地看着她 这是她的女儿吗 如果是的话 那该有多好 四姐姐 我是宋一言 之前加过你微信的 这位是我母亲 正媒立即跟她打招呼 四 四小姐 能 能让我看看 你右手臂上的 红色胎记吗 嗯 可以的 四月点点头 伸手撸起衣袖 白皙的手臂上 赫然出现一个红色的胎记 一样 一模一样 正媒 正媒瞬间泪如雨下 五脸痛哭 眼前仿佛浮现出 当年躺在摇篮中的女儿 宋一言扶着正媒 妈 您冷静一点 说着 她又抬头向四月表示歉意 四姐姐 不好意思啊 我妈 她就是太思念我姐姐了 嗯 没事 能理解 同样想找到家人的思悦 何尝不是跟正媒一样的心情 思悦接着道 那 咱们现在去医院 宋一言点点头 扶着正媒 妈 咱们走 半个小时后 几人出现在医院 医生踩好血样 正媒有些急 拉着医生问道 医生啊 请问 多久能拿到结果呢 最快要三天 好 谢谢医生 思悦还有其他事 采集好血样之后 便离开了 看着思悦的背影 正媒有些难过 宋一言安慰道 妈 您别难过 三天以后 就能看到姐姐了 正媒点点头 那 咱们先回酒店吧 宋一言扶着正媒的胳膊 往外走 正媒一晚上没睡着 早上就早起坐飞机 到了江城后 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 此时确实非常疲惫 她点点头说好的 还没走出医院 宋一言感觉 包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妈 您在门口等我 我去下洗手间 好 你去吧 宋一言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正媒站在原地等她 喵 就在此时 一只大胖喵 冲到正媒面前 用小脑袋 蹭了蹭正媒的腿 那个样子 好像是在撒娇 正媒也是个爱猫的人 她立即弯腰 将大胖喵抱了起来 小家伙 你好胖啊 大胖喵 就好像认识正媒一样 不停地用小脑袋 蹭着她的下巴撒娇 蛮闹 就在此时 空气中 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 正媒回头 就看到 坐在轮椅上的年轻男人 她五官轮廓分明 担得上俊美无仇这四个字 气质 也不是常人身上能有的 尤其是那双眼睛 让人有些不敢直视 只可惜 她有腿脊 年轻人 这是你的毛 正媒抱着猫走了过去 男人微微汗手 这是我未婚妻的猫 第145集 正媒点点头笑着道 你未婚妻 把她养得很好 虽然只是一只中华田园猫 但毛色发亮 体型也很健硕 身上没有任何异味 说明主人很喜欢她 也很用心 不用想也知道 猫主人 肯定是个绘制蓝心的人 谢谢 正媒弯腰 将猫还给玉婷之 玉婷之 接过猫 馒头很有灵性地 蹭了蹭正媒的脑袋 就像是舍不得她似的 不知怎么的 正媒觉得自己跟这个猫很有缘 伸手摸了摸馒头的脑袋 小家伙 有缘再见 妈 就在此时 宋一言从洗手间的方向 小跑着过来 一言呢 咱们走吧 嗯 好 临走的时候 宋一言转头 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就一言而已 就让宋一言乱了呼吸 男人五官美如关玉 轮廓分明 虽然坐在轮椅上 可背脊却挺得笔直 一双凤眸 漆黑又深邃 根本望不到底 高挺的鼻梁 更是如同刀销一般 毫无半点瑕疵 身为宋家大小姐 宋一言见过不少电影明星 可现在 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跟眼前这人相比 就连宋伯阳这个影帝 在男人面前 也要逊色三分不止 一看便知 不是什么普通人 江城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个大人物 宋一言很快便收回视线 接着道 妈 你喜欢那只猫吗 哎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 跟那只猫挺投缘的 那我去问问那位先生 他的猫卖不卖 说着 宋一言就要过去 赵梅拉住宋一言的手 哎呀 不用了 啊 为什么呀 您不是喜欢吗 那猫 是那位先生的 未婚妻养的 能把猫养得那么好 自然也不是什么 缺钱的主 文言 宋一言点点头 嗯 那好吧 那等咱们回京城后 和姐姐一起去猫舍 挑一只好看的猫 正梅威威一笑 眼前仿佛浮现出 她和女儿亲自去挑选猫咪的场景 这边 王登峰小跑着 来到玉婷芝跟前 三哥 玉婷芝威回眸 接到人了 王登峰摇摇头 那边飞机晚点了 改现到了明天 咱们回去吧 玉婷芝微微汗手 苏家 苏老太太坐在沙发上 就在此时 管家从外面走进来 老太太 嗯 管家恭敬地说道 您交代的事 我都查清楚了 听到这句话 苏老太太立即来了精神 转头问道 快跟我说说 小恩人的情况 您那位小恩人 叫宋化 是宋家的养女 目前 在北桥高中上学 宋家的养女 听到这句话 苏老太太微微醋眉 是跟玉家联姻的那个吗 宋家和玉家订婚的事情 人尽皆知 订婚日 又来了一出淘代礼江 不知道让多少人看了笑话 管家点点头 苏老太太 先是非常惊讶 随后眼底 又流露出惋惜的神色 她做梦也没想到 她的小恩人 居然是宋家的养女 而且整个江城都知道 玉婷之是个废物 她的小恩人 不仅长得好看 艺术还高明 心地又善良 能找一个 比玉婷之优秀 一千倍的男人 这不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吗 毕竟在苏老太太眼中 连自己的亲孙子 苏十月都配不上宋话的 谁知道 竟然让玉婷之欠了便宜 第146集 苏老太太气得不行 这宋家 推不是个东西 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 就把我的小恩人推出来 是啊 老太太 宋家此举 确实有失妥当 何止是有失妥当 简直就是一笑大方 我原本以为 宋家会在宋宝仪这代 会彻底地改头换面 哼 那曾想 还是改不了这爆发户的嘴脸 幸好我的小恩人 不是他们养大的 就他们那个样子 也养不出什么好女儿 看样子 这江城第一财女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管家低着头 这话他没法接 毕竟苏十月 才让他给宋宝仪送了情帖 可以看得出来 苏十月是非常欣赏宋宝仪的 那有没有查到 我小恩人的喜好呀 苏老太太接着问道 宋小姐非常喜欢喝奶茶 奶茶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苏老太太点点头 将管家的话记在心里 临近放学的点 苏老太太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 手里还拎着两杯奶茶 下午五点钟 北桥高中准时放学 看着身穿校服的学生们 一个个从校门里走出来 苏老太太脸上 不自觉地洋溢出笑容 她感觉自己 好像一瞬间就回到了学生时代 时间过得太快了 有些事情 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可回首看看 才发现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宋宝仪来北桥高中 参加一个活动 刚出校门 就看到一个老太太 正朝她回首 哈哈 宋小姐 这是谁 她认识吗 宋宝一定惊一看 这才认出 来的是苏十月的奶奶 苏老太太 苏老太太来找她干什么 难道是为了苏十月 毕竟苏十月才邀请了她参加寿宴 江城谁不知道 苏十月从来没有跟女星亲近过 她是第一个让苏十月主动送情帖的人 看样子 苏老太太是把她当成了苏家的孙媳妇了 一想到这里 宋宝一心里就一阵恶心 苏十月不过是她养的一条鱼而已 苏老太太这种行为太让人吓头了 虽然心里觉得非常恶心 但宋宝一还是面带笑容 往苏老夫人的方向走了过去 她的目标是养鱼 自然不能得罪苏老太太 就在此时 苏老太太突然小跑了起来 直接越过宋宝一 跟她擦肩而过 宋宝一愣住了 苏老太太不是找她的 小恩人 身后传来苏老太太的声音 小恩人 原来苏老太太是在叫小恩人 宋宝一这才听清苏老太太的话 她脸色有点白 那么苏老太太口中的小恩人 是谁呢 宋宝一回头看去 这一看 她的脸色更白了 因为被苏老太太拉住手的人 居然是宋华 怎么又是这个小野种 看到宋华 宋宝一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哪里都有这个小野种 在宋宝一看来 苏老太太明明就是来找她的 可现在 站在苏老太太面前的人 却成了宋华 宋华是怎么认识苏老太太的 还有 苏老太太 为什么会称呼宋华为小恩人 难道 宋华是冲着苏始月去的 毕竟 玉婷只只是个废物而已 宋华肯定不甘心嫁给一个废物的 哼 这个小野种还真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想到这里 宋宝一眼底全是讽刺的神色 只要有她在 宋华就休想入得了苏始月的眼 苏始月注定只能成为她池塘里的鱼 看来 她得使点手段了 第147集 宋宝一眼眸为眯 回头看了一眼苏老太太 而后便转身离去 这边 苏老太太拉着宋华的手 脸上全是慈祥的笑 小恩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初次见面 就觉得宋华美得惊人 这次再见 更是让苏老太太眼前一亮 仿佛每一次见面 宋华都能给她带来 不一样的感觉 宋华看着苏老太太有些懵 他们认识吗 这位奶奶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哎呀 小恩人 已不认识我了 苏老太太看着宋华 宋华微微摇头 虽然不认识 但好像有点眼熟 哎呀 是我呀 就是上回 在路边摔断胳膊的那位 这么一说 宋华立即有了印象 原来是您呢 对对对 对对 是我 哎呀 小恩人呢 我可算找到你了 听说你喜欢喝奶茶 你看 我还特意给你带了奶茶呢 咱俩呀 一人一辈 谢谢 您太客气了 宋华双手接过奶茶 哎呦 客气啥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上回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这老婆子 怕是连命都没了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毕竟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小恩人呢 你现在有时间吗 嗯 您有事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吃饭 宋华喝了口奶茶 有些犹豫 见状 苏老太太接着道 哎呀 我这老太婆命不好 早年丧夫丧子 现在就只有一个孙子在跟前 可他太忙了 忙完这个 忙那个 连陪我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小恩人呢 你要是没时间的话 那就算了吧 老太太最后一句话 充满了失落感 宋华笑着道 老人家 我有时间 你想吃什么 啊 真的吗 小恩人 你没跟我开玩笑吗 苏老太太非常惊喜 真的 那 那咱们去吃小龙虾吧 小恩人 不用担心我牙口不行 我有假牙 看到了没 好着呢 说到最后 苏老太太直接刺牙 给宋华展示了她的假牙 随后 宋华便陪着苏老太太去了龙虾馆 这一老一少 虽然年纪相差极大 却聊得非常投机 苏老太太 已经很久都没有笑得这么开心过了 小恩人 比她想象中的更优秀 她虽然年纪小 却有着一种 和年纪不符的沉淀气质 相处之间 让人觉得非常舒服 和她交流也非常愉快 可惜呀 她没能拥有一个 这么好的孙女 小恩人啊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 宋大龙那两口子 忒不是个东西 要我说呀 郁家老三 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这么优秀 像家什么样都不行 说到这里 苏老太太像是想到了什么 有些激动的当 要不这样吧 小恩人 我那个孙子 虽然不是特别出众 但也算是年轻有为 她还是苏氏集团的创始人呢 你看 我们能不能高攀一下 承蒙您看得起 我暂时没有换未婚夫的打算 第148集 苏老太太倒也不失落 笑着道 那小恩人 你什么时候想换人了 一定要跟我说 我让我家大孙子排队 知道苏老太太是在开玩笑 宋花也微笑着汗手 奶奶 就在此时空气中出现一道惊讶的男生 苏老太太抬头就看到了苏石月 她也非常惊讶 石月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过来谈个合作 哦 对了 石月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宋小姐 也是我的小恩人 就是之前 我跟你说过的那个 小恩人 这是我孙子 苏石月 小恩人 苏石月眼眸微眯 原来宋花 就是苏老太太口中的小恩人 看来她猜得没错 宋花从一开始 就是有预谋地在接近她 宋花从一开始 就是在有预谋地接近她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那天晚上 她能在餐厅遇到宋花 苏老太太并不是什么糊涂人 看来 宋花为了讨好苏老太太 花费了不少心思 苏石月看向宋花 奶奶 我和宋小姐认识 苏老太太一听乐了 那还真是有缘分呢 缘分 苏石月眼底闪过讽刺的光 稍纵即逝 奶奶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那你快去忙吧 苏石月转身便走 看着苏石月的背影 苏老太太不禁感叹道 唉 这孩子 什么都好 就是太忙了 吃完饭后 又陪着苏老太太逛了街 苏花这才跟苏老太太告别 小恩人哪 以后咱们常见面啊 好 苏奶奶 您以后直接叫我的名字就行 那我叫你画画 可以的 苏老太太非常高兴 从兜里掏出手机 画画 那咱们俩 加个微信吧 有时间 一起打游戏啊 我王者可厉害了 星耀 听到苏老太太还会打游戏 宋花有些惊讶 她不由地想起一个段子 八十岁老人 凌晨两点 峡谷五沙 没想到 现实中还真有 另一边 苏氏集团 危机终于解除 苏石岳松了一口气 安排财务把款打过去 随后 又把周紫诚叫到办公室 苏总 苏石岳微微点头 指着办公桌前的椅子道 坐吧 周紫诚一言坐下 苏石岳接着道 周副总 这次公司能顺利解除危机 多亏了你的人脉广泛 苏总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苏石岳递给周紫诚一份文件 这个你看看 周紫诚接过文件才知道 这是一份合同 须于 他抬头看向苏石岳 苏总 您的意思是 苏石岳双手交叉 和他握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 能不能让你那个大神朋友 进咱们公司 苏石集团 目前正处于白热化阶段 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 而且 苏石岳又是一个爱财的人 只要周紫诚的大神朋友 愿意进苏石集团 他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条件 周紫诚接着道 苏总 其实我跟那个大神也不熟 他是我师弟认识的人 要不这样 我先联系一下我师弟 看看他怎么说 苏石岳求贤心切 要不你现在就联系你师弟 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一面 第149集 文言 周紫诚点点头 好的苏总 我现在就联系他 说完 周紫诚便当着苏石岳的面 拿出手机打电话联系赵紫军 赵紫军那边很快就接电话了 喂 师兄 简单说了几句之后 周紫诚便直接看门见山道 紫军啊 是这样的 我们集团苏总求贤若可 想见见你那位大神朋友 顺便谈个合作 你看看 能不能帮忙领见一下 赵紫军正在玩游戏 文言 他关掉电脑见面 师兄 这个 我要问一下他 等我问好 马上就给你回复 好的 麻烦你了紫军 应该的 挂掉电话 苏石岳立即问道 怎么样 周紫诚道 我实地说要问一下 好 苏石岳点点头 苏石集团 如果能把这位大神迎进来的话 未来必定会更上一层楼 想了想 周紫诚又把苏石岳说的条件编辑好 发送给赵紫军 分股份 条件随便开 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赵紫军立即来了精神 看来苏石还真是爱财惜财啊 赵紫军回复道 好的师兄 一定带到 那就辛苦你了 随后 赵紫军立即点开送画的对画框 大神 现在有时间吗 送画正坐在窗边画油画 画板上是即将落寞的夕阳 无论是画风和线条 都处理得非常好 比比有神 窗外窗内 皆是让人叹息的美景 此时若是有油画大师在现场的话 必定会惊叹不已 听到微信消息的提示音 他放下画笔 拿起手机 单手回复消息 有事啊 大神方便语音吗 可以 下一秒 赵紫军的语音电话便打了进来 宋画接起语音电话 喂 赵紫军首先问道 喂 大神 你收到苏氏的打款没 刚收到 宋画回答 苏氏出手倒也是大方 七位数的报酬 大神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师兄在苏氏上班吗 他们公司的领导 很认可你的能力 所以 我师兄拜托我联系你 咨询一下 你有没有意向 进苏氏集团 我师兄说了 只要你愿意进苏氏集团 条件随便你开 而且 还可以分你股份 只要能获得苏氏的股份 那就不是什么 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了 苏氏集团的门槛很高 哪怕是赵紫军这个 有后台的人想进去 也只能从基层做起 此时 苏氏向宋画开出这样的条件 足以证明 苏氏有多么认可 宋画的能力 宋画看向窗外 眼神也是淡淡的 语调更是淡到不行 没想去啊 就三个字 手机那头的赵紫军 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宋画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苏氏集团 即将打入国际市场 前途一片光明 很多人急破了脑袋 都想进入苏氏 更何况 苏氏还愿意分股份给宋画 可他 却丝毫不在意 这就是大神吗 赵紫军感觉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重新整理了一下语言 接着问道 大神 你 你确定 你还有其他事吗 宋画一手握着手机 另一只手拿起画笔 在画板上添了几笔 没有了 那我先挂了 看着即将要被挂断的电话 赵紫军立即当 大神 等一下 赵紫军的心情有些复杂 大神 方便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拒绝苏氏吗 我要考大学 考大学 听到这一话 赵紫军更懵了 大神都得到苏氏的认可了 还考个屁的大学呀 第一百五十集 大神 那 你能抽空跟苏总见个面吗 我设恐 那好吧 打扰你了 大神 再见 再见 赵紫军看着被挂断的语言电话 好长时间都反应不过来 虚语 赵紫军打电话 回复周紫诚 得知宋花拒绝 周紫诚也有些惊讶 正常情况下 苏氏开出这么优越的条件 应该没人能拒绝才是 我能问一下 这大神为什么要拒绝吗 他说 他要考大学 电话那头 沉默了几秒钟 周紫诚接着道 所以 你的意思是 大神 还在上高中 周紫诚更加不敢置信了 他本以为 能帮苏氏解除这么大的危机 大神最起码 也得是国外著名高校毕业的 没曾想 居然是个高中生 我说紫军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我当然没有 反正大神 比你想象中要更厉害 更年轻 那大神能跟苏总见一面吗 大神说的设计 周紫诚捏了捏太阳穴 子军 你方便 给我一下大神的联系方式吗 赵子军微微醋眉 不好意思啊 师兄 我不能泄露大神的个人隐私 那好吧 挂断赵子军的电话 周紫诚便把这个情况汇报给苏时月 文言 苏时月微微醋眉 双手交叉在一起 看着周紫诚 周副总 这样 你看能不能把你那个师弟给约出来 当初如果不是他介绍大神的话 我们苏氏也不会这么快走出困境 我做东 周日晚上在小巴里好好谢谢他 周紫诚笑道 约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周紫诚点点头 还有一天 便是亲自鉴定出结果的日子 郑媒非常激动 也非常忐忑 明明在跟宋一言逛街 可心思已经飘向了远方 连宋一言的说话声都没听见 宋一言嘴角的笑容僵了一瞬 不用想也知道 郑媒现在满脑子都是宋一言 在眼前静笑的女儿她看不见 整日就念着那个十几年都没有见过一面的女儿 真是讽刺 简直就是讽刺至极 就在此时 郑媒才反应过来 啊 一言呢 你刚刚说什么 宋一言脸上恢复笑容 我是说 四月姐姐跟咱们那么有缘 所以她一定是姐姐 希望有多大 失望就会有多大 宋一言很期待 郑媒看到金子鉴定的那一刻 想必此次的江城之行 也会给郑媒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得让郑媒知道 丢失了十八年的人 是不可能再找到回来了 珍惜她这个眼前人 才是最重要的 婚言正没满脸笑容 我昨晚 梦见咱们一家七口 拍全家福了 二位 请等一下 就在此时 空气中突然出现一道好听的声音 婚言正没立刻回头 这一回头 她便愣住了 眼前的小姑娘 月末十七八岁的样子 唇红齿白 一双精致的桃花眸 好像会说话一般 拨光练眼 这女孩 有种莫名的亲和力 让人忍不住 想要多看两眼 小姑娘 你有事吗 宋画 将刚捡到的钱包 递给宋媒 您东西掉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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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